小树蛙之前和狐狸猫 以指南针和电池组 做了电流磁效应的实验 了解到导线通电后会产生磁场 使磁针偏转 不过若多加一颗电池 使电流增加一倍 磁针的偏转角度却没有多一倍 小树蛙很纳闷 于是询问狐狸猫 电流增加后 为什么磁针偏转角度 没有等量增加呢 荧幕前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起来思考一下吧 狐狸猫回答小树蛙 指南针除了受到电流 所产生的磁场影响 也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 指南针的磁针不受电流磁场影响时 会指向南北方向 这是因为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 在西元1600年 英国有一位叫做吉尔伯特的航海家 他发现地球有磁场存在 所以假想地球是一块大磁铁 具有磁性 而这个大磁铁的磁力会从磁铁的一端到达磁铁另一端 此路径称为磁力线 虽然肉眼看不见 但磁力线遍布在地球四周 它作用的范围就是磁场 地球的磁场也可以称为地磁 地球内部当然没有一块大磁铁 但根据磁力线的分布 能推测有一个磁轴贯穿地球内部 磁轴和地球北半球交点的位置 称作地磁北极 而和地球南半球交点的位置 称作地磁南极 听了狐狸猫的解说后 小树蛙又问狐狸猫 所以地磁北极的磁性就是N极吗? 狐狸猫回答 不是哦 地磁北极的磁性为S极 所以才会吸引指南针的N极 因此我们才知道北方在哪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的位置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地球的假想磁轴 和地球的自转轴并没有重叠 两轴夹角约11度 所以磁针指向北方时 N极所指的方向 其实是地磁北极 并非真的地理北极 因此古时候的航海家 必须学会区分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的不同 直到17世纪 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 才将地磁偏角记录在航海图上 为航海家提供更准确的航线图 小树蛙听完响了响 指南针指着南北向是因为受到地磁影响的关系 而通电后的导线周围会产生磁场 造成磁针偏转 所以磁针其实是同时受到地磁和电磁影响 意味着磁针偏转角度 不能代表电流磁效应的强度 狐狸猫表示小树蛙得出的结论很正确 并继续补充说明 因为磁针同时受到地磁与电磁的影响 所以磁针所指的磁场方向 其实是地磁和电磁合成的磁场方向 荧幕前的你 知道怎么判断磁场方向吗? 狐狸猫出了一道题目 想要考考小树蛙 请你一起动动脑 根据安培定律 电流加倍时 阴导线电流所产生的磁场也会加倍 但是受地磁的影响 最后合成的磁场并不会等量加倍 因此电流增加多一倍时 磁针偏转角度并不会多一倍 狐狸猫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帮小树蛙复习今天学习到的知识 地球本身具有磁场 地球的磁场称为地磁 指南针的磁针同时会受到地磁与电磁的影响 因此磁针所指的磁场方向为地磁与电磁的合成磁场方向 根据安培定律 磁场会随着电流变大而增强 所以磁针偏转的角度也越大 但是因为受地磁影响 电流增加时 磁针偏转角度并不会等量增加 最后 狐狸猫与小树蛙 想请荧幕前的你脑力激荡一下 根据下图 如果在指南针的左边放置通电的螺线管 且考虑地磁影响的话 磁针的指向会如何偏转呢?